回舞彩虹旗进场 同乐运动会在香港开幕 更是首次在亚洲 有少数来自中国的同志运动员 勇敢参与活动 同乐运动会始于1982年 跟奥运一样 每四年举办一次 过去主要在欧美国家 香港2016年申办成功 但是当年还未爆发反送中 还没有港版国安法 如今政治环境批变 港府变得低调 主办方感谢唯一支持的建制派议员 不离不弃 原本预计同乐运动会 可带来十亿港元的旅游收益 但是香港旅发局官网 只字不提 活动场地全是私人场地 BBC指出活动缩水六分之一 参与者约2300多人 而且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中香港参与者占六成 今天团队团担心港版官法 而不参赛 只有八人以个人名义参加 在北京更加控制的争议中 香港难得举办大规模的统治活动 TVBS张志明陈日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